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启程前往美国 应美国国会领袖邀约准备进行演讲 纳坦亚胡在抵达华府后 再向人质家属保证 他会尽一切地和美国合作 让人质回家 不过不少不信任纳坦亚胡的人质家属 仍在23号聚集于白宫前示威 要求他尽快与哈马斯达成人质交换协议 而美国倡议团体犹太和平之声 在纳坦亚胡演讲的前一天 也发动了上百人占领国会的示威 要求美国政府杯葛以色列 备受压力的纳坦亚胡 这次访美除了在国会演讲外 也计划会面两党的总统候选人 据美联社的报道 纳坦亚胡预计周四与拜登 还有贺锦丽分别会面 而Politico也透露 纳坦亚胡已经请求与川普会面 两人很可能在周四 川普在北卡罗奈纳州的造势活动后见面 而在另一头 北京在23日成功地让哈马斯及法塔等组织 一起参与会团搭成和解 哈马斯与法塔两个在巴勒斯坦内最活跃的组织 常年两强不和 但在以哈战争下终于促成了这次和解 计划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作为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的合法代表 为战后重建进行准备工作 怀疑新闻发言之正会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怀疑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